城市的病媒文防治成为热门的议题 台北市环保局今年度推出全国首创的生态防问诊所 有生态防问师道府服务为家庭开出诊断单进行防治 效果良好 未来将扩大人才进行专业的诊断服务 环保局表示除了喷药 清理资深病原的环境也很重要 一个消毒班的成员都要接受两天的在职训练 然后我们消毒班跟别的县市不一样 我们消毒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病媒文防治的专业执照 真的是我们去看 我们去观察大楼的那个 然后他们配合我们做 然后他们的文字减少 甚至我收到那个1999 甚至我头一次收到这种奖励 环保局这次即将在11月19日 与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 合办并媒文环境管理研讨会 邀请国内蚊虫防疫专家 针对登革热防治观念来进行讨论 提供防治策略的具体建议 在许多的那个灌虫底下累积了很多落叶 然后那些地方啊 我们去搜集就抓到好多好多的那些 城市里有常见的卫生害种 包含蟑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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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 从这些计划的 başBuff 我就发现说 哦 原来我们这些 城市里时不喜欢的卫生害种 袁城市 它们平常不骚扰我们 人类的独 schooling 原来是躲在这样的地方啊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地方的落葉掃掉,那會怎麼樣呢? 所以說在大安神寧公園之後基金會的資源之下 我就開始一個試驗 就嘗試著去把罐蟲底下的落葉掃掉 然後因為罐蟲生長,如果沒有人去修剪,會長得十分茂密 我就把罐蟲下沉的那些枝條稍微給它剪來,讓它通風一點 然後這樣就是掃落葉,然後修罐蟲 然後再來就是把生長過敏的竹籽給它,就是把它抒發掉一些 然後有長青菜的地方也把它刮掉 就會發現讓人不再不喜歡的一些冰霉蚊 還有包括小黑蚊在大安神寧公園的數量就逐漸這樣減小下來 燈格熱的冰霉蚊,在北部是白線斑蚊,在南部則是埃及斑蚊 提醒民眾必須定期清理蚊蟲可能滋生的環境 預防絕絕的生長,就可以減少殺蟲劑等化學用藥 保護環境的整潔 將台北市提升為並沒聞防治的十番社區 記者文君台北採訪報導 原來豬本身是認真是證明的 最高最高的在北部上 helden 公司的叫你王咁議員 我先去看哪種不喜歡 patri體 宇宙帶敏的狀態 修宇宙帶來的魂 Herz 楊の空海雲 楊の空海雲 楊大空海雲 楊年有限電視 楊の空海雲 芹菜